好 我们继续吧 开始之前我们补充一下 上一节课说的那个 安完Redis之后 这里面没有记录的这个问题 我这已经有了 因为我换了一种安装方式 就是用npm install redis-save 从这种方式来安装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再重新试一下 然后这里面就有Redis的这个delive 给它写入进去了 版本是2.8 OK 那我们就不过多就约这一点了 然后我们继续 继续我们该写我们这部代码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就先写一个set吧 set就是设置对吧 设置我们首先得肯定有个key 就是设置到哪个key 然后value是什么 然后呢 还有一个timeout 就是我们设置完之后 因为它是内存的一个数据库 我们不能让它一直存在内存的 对吧 你如果是长时间不用 那就关键时间滚蛋 别在这儿占空对吧 或者说有一些数据 它就是有保质期的 对吧 我们这比如timeout等于60乘60 这个单位是秒 这个单位是秒 就是我们可以默然让它一小时 就是60秒就是一分钟 60分钟就是一小时 就是我们设置完了值之后 这个值的保质期就是一小时 一小时之后 这个值就过期了 过期了 我们就不需要它 就是再重新设 对吧 你设置完那个保质期之后 或者过期时间之后 它redis会帮你在一小时之后 帮你自动清理 不用管它 帮你自动清理 然后同理跟我们上面这个ds.doc一样 ds.doc我们上面是在文件中 文件一开始做了一个描述和作者的一个记录 然后每一个函数我们要写一下 也是一样 然后一个写写两个引号 然后一个回车 然后这样就出来了 这样它会判断你的每一个参数 然后以及让你去填写一些空 比如说这个key 第一个就是个类型 类型就是我们 是一个string类型的 对吧 这就是一个key 这就是一个注释的一个参数的描述 我们就写个key就行了 然后value也是 是一个string类型的 然后这个就是value 然后timeout是个number类型的 对吧 过期时间 然后单位 比如说单位是秒 然后这是函数的名字 就是我们叫releaseset 好 这个地方你如果愿意写 那个中文的注释 你可以写上 这比如说这个是键 这个是直 对吧 都行 反正大家能看懂就行了 OK 保存 好 大家看 我写完注释之后 就是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你放 鼠标放到这个sit上面 它这个wetcode会帮你 把这个注释都给你写出来 比如说我们 新建一个blog.js 比如说我们之前见过 但是后来给删了 然后我们为了演示这个bsdoc 我们在这再见一下 现在先把这个model.expose 输出出去 sit 好 输出完之后 虽然里面什么都没写 但是我们写了一个注释 对吧 那我们这里面就可以引用一下 这里面 然后去执行一下这个sit 里面可能可以什么都不传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鼠标放到这个sit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有我们注释的值 它告诉你需要几个参数 参数的类型是什么 对吧 然后这个参数的一个注释是什么 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晰 对吧 比如说这个是我写的一个工具库 然后这个你需要来引用 我给你一个sit的函数 你都不知道怎么用 但是如果我放上这个 鼠标放上之后 它如果有注释的话 那我就比较清晰了 原来你需要这么几个参数 然后什么 需要什么值的类型 这都有 对吧 那我就可以顺利的传给你 这就是我们写sit的一个意义 还是把这个blog的jt删掉了 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再加进 OK 那sit怎么写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 就是我们虽然这写了个 value的值是strain类型 但是它不一定是strain类型 毕竟这个gs那么 它也不像jrwa那么严格 也不像ts那么有类型 我们也没有加什么 那个像其他的一些 类型教员的工具 所以说我们就还是判断一下 一些常见的一些应用情况 比如说 如果value的类型 是object的类型的话 那我们就给它就value复制成 dason将进行的strainfile 变成那个zorite类型的 这样方便我们接下来操作 然后使用这个redisclient.setkvalue 好 这就是一个核心代码 就是我们既然设置 就是把这个kvalue设置进来 用.set的方法就好 然后timeout我们还需要 加一个redisclient.expire expire就是过期的意思 然后ktimeout OK 就设置了值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k 进行一个分析时间的设置 这样就完事了 这就是所谓的set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设一个get set比较好写 set它不需要什么反汇值 对吧 然后get就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get需要一个反汇值 好 get的话 只要输入一个k就好了 就是我们就需要什么k 来获取什么值就好了 才有个反汇值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 还要加一个gestop 就是stun这个地方写一个件 然后我们叫redisget就好了 因为这儿没必要再多做中文解释了吧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说明你完全不知道redis这个整回事 对吧 OK 那get它要返回一个值 它要获取一个值 这个值呢 要从rgs向redis去请求 然后最后返回 也说它虽然说没有脱离自己的本机 我自己的这个计算机 但它本质上应该还是属于一个网络请求 或者说是一个跨进程的操作 至少是属于一个计算机的IO操作 说到这里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IO操作GS中是用了异步来处理 所以说呢 我们这儿返回的应该就是一个promise 如果是直接返回值的话 我们这儿还有加一个callback的形式 对吧 加callback就没意思了 就不好玩了 对吧 就会形成那种promise 简约的不是callback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定一个promise 或者成new promise promise语法 我们这儿不再解释了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一个东西 不知道了 大家就自己去恶补一下 然后定一个promise 然后最后把这个promise返回 具体这个怎么用呢 就是这get函数它怎么用呢 我们后面肯定会有很多的 这种关于promise使用的这种讲解 即这个get函数怎么用 我们也会知道 我们后面也会写 那我们这儿呢 就先把这个什么 先把这个函数给写好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用这个redisclient.get就好了 大家看设置用site 对吧 然后获取用get get的第一个算数肯定是k嘛 对吧 k 好 redis.get呢 它就是一个 要传callback的一种形式 第一个算数是value 第二个算数是value 然后这里面 就是我们要获取这个k 然后返回的值在value里面 如果有错误 就error里面 所以说如果是有error的话 我们就 给你promise的规则 我们就retrainerror 就是rejecterror retrainif ifvalue 等于nan 那得na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传这个k 根本找不到值 或者说已经过期了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 对吧 你随便传这个k过来 我肯定是没有 对吧 那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就是 它如果得nan的话 我们就没有就没有呗 它就返回一个nan 然后我们这儿也要返回一个nan 对吧 result none retrain 好 这就是没查到 这就是出错了 然后这就是没查到 就是这个k 查不到数据 最后呢 我们就做一个try result就查到了 就是没有报错 它也不是nan 就查到了 然后我们要 要进行一个什么呢 就进行一个json.pass的一个处理 就查到了之后就有value了 对吧 好 那我就这儿就try try就是尝试一下 对json.pass的一个处理 万一它是一个stry 类型的 就是json类型的 怎么办 这儿就直接处理 对吧 因为json类型 我们这儿也sense的时候 加个判断 它是对象的类型 我们就给它变成增幅串 对吧 比如说reddit里面 存的全是增幅串的形式 比如说取出来之后 这个增幅串 我们可以尝试pass一下 它能变成对象 对吧 它如果变不成对象 那也没关系 我们就加个catch就好了 catch其实这个算数没有用 加个catch就好 然后它如果出来的值 变不成对象 那应该就 re造 直接re造value就好了 对吧 就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绕 就有一点小绕 也不是很绕 就是我们尝试 把它变成对象 对吧 然后它如果变不成 报错了 那说明它不是对象 那我们就直接 把它的值给返回 就完了 OK 这就是get 然后最后 最后我们要把这个get 也给expile出去 好 那就是 这就是那个 我们弄的json类型的操作 其实就是一个set 一个get 就给我们在控制台里面 去操作三个get 是一个道理 参数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样是用了一个get 是用了promise的方式来去做 我相信学者们课程的同学 对promise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应该大部分都比较熟了 如果偶尔个别对promise 还不熟的同学 转据时间去查 转据时间去查 这个不熟 这个很可怕 就没办法工作 OK 这个地方我们就写在这 resist的讲解 我们也就到这 然后这个resist 我们写的代码 我们在后面还会再继续用 最后除了注意resist的 一些操作之外 我们还引用了一个东西 就是gsdoc的一个标准 以及gsdoc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在被引用的地方 看到对函数的一个定义 对吧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文档 这个函数的一个代码 一个清晰度 OK 到此为止 我们就讲到resist的知识点介绍